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reamers Cuties 大家好,我是Squatch Watch 我是Kena 我是Mailo 我是San健克 Yeah!今天是大年初二 大家 有拿到很多红包吗? 你有吗? 我不能拿红包 哦... 哦... ok 不用请 那昨天大家吃,吃得多吗? 新年不要吃那么多哦 我们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哦 虽然是过年 那其实,老实话啦 我们今天录的时候不是过年了 我们是提前录的 是,为什么呢? 因为年除二吼 我们也是要过年啊 而且年除二吼,我在马来西亚的最南部 Kenneth在马来西亚 你也是在 今年的过年,我也是下了南部 对,可是你去了海边 对对对,然后你继续在 我上天,我上天 所以我们是相隔很遥远的 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提前了 所以今天到底,应该有很多新歌吧 大家,怎么你们过年不看最新呢 我们看不到,因为还没有过年 过年,请我回家陪报吧 我们终于可以放假了 所以,我今天就选了这一首 其实之前,一直很多人安利的 哎呀,生米什么都安利的 对不对,你们安利很多歌 他们每次讲到,好像我们特地不要听他们安利的歌 是,我们听的 我们特地的啦 我们特地的啦 这首歌就是,深深的 你要跳舞吗? 要吗? 我要!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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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站起来跳! 跳舞! 耶! 哎呦,你受信了 是在启航2022 因为很适合 OK,那我们就来看 终于看这首啦 看先生有没有跳舞 OK,那大家想跟着我们一起等下跳舞的话 来,来吧 Go! 像王菲的歌 玉神 走出来的那个 走出来的发太棒了 嗚呼呼 好,好 躲出来的那个其实 哇 这首歌比较好 每当浪潮来临的时候 你会不会也伤心 不会 在拥挤孤独的房间里 我已经透不过气 在这川流不息的城市里 在我等时上的派对眼中 每当吉他声音又响起 也要唱过我和你 你你你你要跳舞吗 你你你你要跳舞吗 你你你你你要跳舞吗 你你你你你要跳舞吗 你你你你要跳舞吗 好帅,好帅 好帅 夸张喔 今天那里是真的 观众还是亲爱的 哈哈哈哈 你不知道 你是不是想的唱之歌 哈哈哈哈 每当浪潮来临的时候 我当然便会伤心 90年之后 在容金孤独的房间里 我已经透过气 在这川流不息的城市里 在我的心上的排队里 每一大鸡蛋声音又响起 别流畅过我和你 你,你,你,你要跳舞吗 看嘛,一起跳舞,来 哇,蹦蹦跳啊 哇,好蹦 生生,放胆跳舞,快点 哇, laisse confidence 噢,哇,你,你要跳舞吗 你要跳舞吗 你要跳舞吗 哇 你,你,你,你要跳舞吗 你,你,你要跳舞吗 你,你,你,你要跳舞吗 我 新年快樂 快點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這個應該是1月1號 我們是農曆新年 也是新年快樂 好熱哦 這種歌很適合表演 沒什麼歌詞要記的 你 你 你要跳舞吗 这个应该是《生生》这么多歌里面最容易记得 最容易的一首歌词 很容易懂这样子 而且是一种我觉得很直接的一种情绪表达 就是你觉得很苦闷的时候 你觉得很孤独的时候 最简单的选择方式是什么 跳舞 唱歌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选择方式 像我们这样子 我们身边有朋友情绪不好 所以我们都会带他去唱歌 然后就是带你们乱跳乱蹦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感觉有点像这样 然后他就带领着大家 不管过去的那一年 到底大家过得多么辛苦 影响我们新的一年的时候 跳舞吧 我们就一起跳舞 你要跳舞吗 我们一起来跳舞 就可以带一个很开心的情绪给大家 这样子 周深还是越来越来越帅 我们有一直讲 他最近的路线 越来越帅气了 摇滚帅气 就往这个方向走 也好的 因为他的年龄也到成熟 男人的年龄了 我觉得 成熟啊 今年就30岁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今年30岁 要转一下自己让一个 不要一直让人觉得 你是小弟弟的 周深是小弟弟的感觉 他有点长大成为成熟男人 我觉得每个艺人都也会经历一个这样子的转变了 因为刚好我们也见证了这个这样子的转变了 是的 你说我很喜欢他的亮相咯 因为不像以往的亮相这样子 一出来跟那个音乐一起出来的时候 是显得有一股帅劲 帅劲 在那边很帅啊 整个感觉然后就是很有活力的 那活力又不会太 不会让你讲他可爱哦 是帅 以前我们讲啊 真的很可爱啊 蹦蹦这样很可爱 可是今天我觉得很帅 当然了除了搭配造型跟他的整个台风 整个人很帅气啊 真的是有多了一股成熟的味道在里面 因为这种歌很容易变可爱的 尤其是 咪咪咪咪咪要跳空吗 对对对对对 尤其那个歌词跟 那个唱的那个方法 所以他在这个唱的那个方法里面哦 没有太难的东西啦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首 嗨歌 热舞的歌 然后就这首歌 我应该没有听过但是 如果没有错的话 披荆斩机里面 他们好像有编过这首歌 是啊 好像是啦 没有错的话啦 我懂是披荆斩机还是 另外一个啦 那个 追光吧 我忘记了 反正我好像有看过 听过吧 可是 这个歌很好 很好 炒气氛 很好互动 真的很好 而且真的是 容易记咯 嗯嗯 你你要跳舞吗 完了 我的感觉跟他们其实是一样的 大年初二 我不想很深奥的去研究 当然这首歌也不需要 也不用很深奥的研究啊 对啊 不过 我觉得其实这首歌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我看神神一直在跳 他一直跳跳跳跳 又转转转又跳 其实是蛮喘的 可是后面哦 他有两次拉长音 而且是拉得非常稳 我觉得你给我 我应该是不够气啦 我觉得气息是蛮稳定 而且真是有 哇 看起来是不需要唱功 可是其实 已经在里面了 已经在里面了 已经在里面了的咯 然后 我也是觉得深深 到了这个可能30岁的一个年级 有开始有那种成熟男人的一个味道 可是刚刚其实我们有聊到一个点 你讲讲我的年龄 我觉得说其实每一个人 不管你去到哪个年龄 老了也好 怎么样的 其实 心里面的那个同心 同真 同心未免 是 OK 他其实可以依然保存在的 那 尤其是可能上了年级 很多社会的压力跟束缚底下 很多人可能都把它藏起来 每天就装着一副 我是很tough的 很成熟的 那其实我相信深深 他其实可以切换自如 OK 我也希望说我们 切换自如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 这样子其实是 我觉得会更好 更自在一点 我想 我想 可爱 我想开心我就开心 我想认真我就认真 因为 心灵上更健康了 是 因为成熟 他不应该是由年名来决定的 是应该你的处事方法来决定你成不成熟 有些人四五十岁都还很幼稚 还很幼稚 心境年轻 不要讲幼稚 是 所以 年初二看这首歌 我觉得蛮开心的 而且 蛮好听 就很容易唱 这样子 我也 担到很热 我不敢担 因为他们讲 我会弄坏那个沙发 谁敢这样子讲你 谁敢这样子讲 你讲 讲给我们两个听 我们帮你 我们帮你教训 那你们互相教训对方 哈哈哈 竟然是我们 竟然是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啊 怎么可能我们不会这样子对外面讲话 哪里会这样子 你们作证 对不对 你们信他们才怪 对不对 好 我们今天 大年初二 OK 的reaction 就到这里了 耶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 打开旁边小铃铛 我们新的影片出现的时候 就会通知你 同时呢 要来追踪我的instagram bilibili 把我们一天三零充电 然后有能力的话 也来自我们的patreon和爱发电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你你你 你要跳舞吗